《新闻今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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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闻今日談》 我是韋婷 由美國主導的 號稱世界規模最大的海軍軍演 《環太平洋2024》 正在夏威夷和珍珠港周圍舉行 29國的40艘水面潛艇 25000多人參加 演習自7月8號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重头戏 是击沉一艘4万吨级的 退役两栖攻击舰 塔拉瓦号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组织如此大规模军演 是何用意 击沉4万吨级攻击舰 是模拟攻击中国军舰吗 另外美军近日被爆出 发生史上最大规模泄密事件 包括F15 F35战斗机 以及多种无人机在内的 大批美军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 被放到互联网上任人下载 遭泄露的信息属于何种级别 对美军来说损失有多大 美军装备的弱点 曝光在敌人面前了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军事专家 王明志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环太平洋2024多国海上演习正在进行 演习6月27号拉开序幕 一直持续到8月1号 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 3艘潜艇 14国的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和25000名官兵 参加本次演习 作为东道主 美军参演兵力由从美国本土赶来的 卡尔文森号航母领先 美军还出动F35隐形战斗机 P-8A海上巡逻机和V-22运输机等机型 7月8号开始 环太平洋军演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重头戏 是击沉一艘4万吨级的 退役两栖攻击舰塔拉瓦号 击沉演练科目 是环太平洋系列演习的传统项目 但以往被击沉的靶舰要小得多 此次是美国海军 首次将如此庞大的退役舰艇作为靶舰 分析认为 这次演练不仅测试 各种反舰武器的实际打击效果 同时也为美国航母级别的 超级战舰抗打击能力 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战检验机会 有分析认为 此类击沉演习 表明五角大楼 一直在为大规模冲突做准备 王先生您好 此次环太军演持续30多天 一共有29国 40艘舰艇 25000多人参加 今年环太军演的规模 您怎么来评估呢 各国派出的参演力量 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从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 可以看到的 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因为包括29个国家 40艘军舰 还包括有潜艇 以及14个国家 会出动一些地面部队 参与这样的行动 也有100多架军用飞机 来参加这个演习 所以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就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演习 从它的特点上来看 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次演习 从总体上看 我感觉它的政治意义 还是要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美国就是想通过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环太平洋的这个演习 把这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 包括其他区域的一些国家拉进来 它要组建一个所谓 在它看来一个比较庞大的 一个所谓国际联盟 在这个地方来展示它的这个武力 这才是美国想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它追求的就是要形成一个 所谓美国才是太平洋的一个帮助 所以它所要做的呢 就是把太平洋作为一个舞台 拉一帮小兄弟在这个地方来演戏的 这样一个这个目的 所以它的政治意义可能是 大于它的军事上的实际 第二个呢就是这么多的参演的国家 实际上的诉求不一样的 在这个中间包括美国和一些 这个西方的一些国家 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和另外一些小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中间呢 当然是美国可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29个国家只有40艘军舰参加 就从这一点中间就可以看到 有些国家实际上就是点到位置 仅仅拍一艘小型的军舰来进行参加 所以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国家可能对一些海上作战感兴趣 但是很大多数国家 他们所关心的是类似于像 人道主义救援 这样的一些非战争的这个行动 只有极少数的国家 可能关注于所谓海上作战 所以从这个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国与国之间 就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联盟的 这个体系中间 国与国之间在这个演习中间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三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过程这个中间 和以往的演习 在内容和科目的设置上 没有根本性的这个差异 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以往的这个套路 只是在当前的这个背景下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样内容 但大体上来讲 没有什么更多的心意 提到这次皇太军演的科目呢 是包括了反潜战 多舰水面战 多国两栖登陆 以及航母打击群对抗实弹部队的多轴防御等等 演练这些科目是什么样的用意呢 从这次军演可以看到 美国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呢 他这次军演主要是演给两个对手来看的 第一个对手呢 就是他的一帮小兄弟 所以这个演习 他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撑腰打气 另外呢 因为是在太平洋地区来进行这个演习 显然他是要做给他的主要的对手 也就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 是做给我们中国看的 所以这个演习所要达到的目的呢 还有耀武扬威 这是两方面 所以他的内容上 我们可以看的比较清楚呢 他达到的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 展示的第一个 就是他展示他有一个大规模海上作战的 这样一种这个能力 在这个中间呢 他主要想展示通过所谓的一种立体的海上的作战体系 包括空中水面和水下 关键在太平洋海域 他想向对手展示的 他可以进行在对太平洋的这种远程海上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 实际上这是他想通过这个演习 拉起一个联盟 向对手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 就是他在战时 他要切断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同时他在演习的过程中间 也想展示他有能力保护他所谓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这是他的第一个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实际上他展示着这个有海向路攻击的能力 航母战斗群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水面舰艇 有一些有海向路的打击能力 另外还有一些两栖攻击的这样一些这个科目 展示的就是一支海上力量 可以对这种海岸包括众生的区域进行有海向路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 向对手也是发出某种这个信息 所以他的这些这个演习呢 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当然在这个中间 像卡尔文斯号航空母舰 是要发挥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作用 所以他第三个方面 展示的就是航母的这种立体攻防作战能力 他通过航母的舰载机连队 展示他一个区域的远程的拦截能力 同时呢基于航母战斗群的空中力量和他的鼠舰所构成的 区域的防空反导力量进行配合 来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比较强大的立体的区域防空反导体系 这次演习呢是分阶段进行 第二阶段的重头戏就是击沉一艘4万吨级的美军退役两栖攻击舰 击沉科目也是环太军演的一个传统科目了 这背后的考量您怎么来分析呢 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的确像您所说 他拉了一艘在2009年退役的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他拉瓦号 这艘军舰在演习之前半个月的时间 拉到这个瓦虎岛这个中间有一个叫做福特岛这个地方 做了一下设备的这个拆除和改装 然后拖到海上在瓦虎岛的这个外海 在演习过程中间要对他进行这个攻击 把他这个击沉 这一艘这个军舰呢 他选择这样一个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而且在演习过程中间要着重强调 把他击沉显然是他想发出某种政治上的这个信号 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演习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所做的这个耀武扬威和威慑 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场景的这个设置 向中国发出某种信号 选择这样一个军舰意识表示 这他已经比较露骨的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 就是在将来的可能台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情况之下 他展示美国和他的一个盟友 有能力对中国的大型的水面舰艇进行这个攻击 瞄准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这种 针对的071和075这样一些大型水面舰艇 他认为有能力进行攻击 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演习过程中间 把这样一艘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护 而且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一个船摆在这个海上 对他进行相应的攻击 这一艘船等于就是海上的一个把镖 对这样一个这个攻击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 这就是一些这个雕虫小技和机民狗盗之士 对这样的问题你都不用去理他 你如果去理他的话 实际上他还蹬鼻子上眼 所以根本就对这种发出的这个信息 可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还有分析认为美军此次基层科目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观察的机会 可以了解到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来攻击两栖攻击舰或者航母 来制定应对的措施 对此您怎么来解读呢 我同意您的这个观点 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种 对大型水面舰艇攻击的手段 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构建 它这种对海上大型舰船的攻击能力 它有陆基的 海基的和空基的 这些情况我们都基本上是了解的 从陆基的情况来看的话 它包括由海马斯发射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 大致在400千米左右的这个射程 此外呢还有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这种战斧的对海攻击的导弹 海基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战斧 它主要是布洛克5的这个A型 它这是对海上的活动目标 可以进行打击的一型这个武器射程 实际上是比较远的 此外呢还有这种鱼叉呀等等 这样一些这个导弹 另外呢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呢 就是它现在海基的那种标六的 这种对海攻击型的导弹 作为标六这个导弹呢 它既可以对空中目标打击 也可以对陆上目标打击 同时也可以对海上目标打击 射程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远的 就是它海基这一部分 空气这一块主要是HM-158C 远程的反舰导弹 射程是比较远的 此外呢还有一个HM-179的这种 联合空地导弹 可以对军舰目标进行打击 所以对它这些情况 我们都是比较了解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 在这个环太平洋军演2024之前 实际上它已经进行了 一系列的对海上目标攻击的这个演练 在这个中间呢 包括它进行的由直升机 就是A1Z这个飞机挂载的 HM-179联合空地导弹 对军舰目标进行了这个打击 这就表明它的这个海军标战队的这个攻击直升机 也可以参与对这种水面目标的打击 此外呢还展示了它的陆军的多域部队 使用联合精确打击的这样的导弹 从岸上对关键水道的这种大型水面舰进行打击 这个中间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发现 它是使用的一种无人海马斯 就是这个这个车 海马斯的发射车是无人的 然后在另 它是可以在隐蔽的藏在一个地方 然后由远程进行操控的时候 它可以自己选择路径 到达一个区域 然后发射导弹 对一些关键水道来进行的攻击 它实际上想盯着的这个区域 就是所谓公骨和巴斯巴林堂海峡 来做一些这样的这些这个文章 所以它的这些这个小手段 它可能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这些情况我们实际上都很清楚 关注到就在美国组织29国 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之际呢 山东舰航母编队前出第一岛链 出现在了太平洋海域 并且执行起降舰载机活动 山东舰航母编队这次的远洋训练 释放了什么样的讯号呢 所以对于山东舰这个航母编队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远海的 机动作战这个编队 那么大洋就是它的这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对于山东舰这个航母编队 它在远海进行活动 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它是一个例行的 这种远海的训练活动 没有必要过多的解读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现代的一些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 特别是考虑到这种台独 台独势力的猖獗活动 以及美国的在这个不断地进行 这个周边的挑衅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中间 山东舰这个航母编队 进行远海的活动 肯定也是有它一些特殊的这个含义的 我感到呢 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活动 可以向外发出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 第一个呢就是山东舰的这个航母编队 在这个西太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进行综合的演练 实际上展现了我们远洋编队 可以在远海构建一个 从空中水面到水下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屏障 这实际上是向对手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第二个山东舰这个编队 在进行远海活动的过程中 它是具备有海巷路的远程打击能力的 可以对对手的路上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进行精确的打击 而且可以精确的这种大规模的毁伤 这样一个能力 向对手也是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 第三个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山东舰的这个远洋编队 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放在那个地方 就是向台独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信号 只要山东舰远洋编队 在西太地区进行活动 台湾的这种东部的海空这个通道 完全就可以切断 这实际上就向台独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它依赖于所谓的东部的海空通道 想争取外援的这样一种这个梦想 在山东舰面前完全的彻底的这个破灭 不要指望这个美国这些国家 对台独势力提供军援来支撑 实现所谓的这个以武谋独这样一种图谋 另外关注到中国俄罗斯开展第四次亚太地区海上联合巡航 双方在联合海上巡航的过程中 演练反潜防空以及海上搜救行动 中俄联合巡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中俄这种联合海上巡航 这样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活动 我认为它肯定是事先都已经做了这个计划 做了这个安排的 对于这样一个行动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与当前的这个形势 紧密的联系在一块 应该说它跟当前的形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样一个这个巡航这个行动 我认为还是有它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 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表明中俄两国实际上 它有一个军事上的这种互信合作 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的友好的 所以向外发布的就是这样一个 带有某种政治意义上的这种这个信号 第二个也是表明中俄两个军队 他们紧密的这个合作 对于维护这个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 实际上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传递的就是中俄两国决心 坚定的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我们有能力去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个通过这样的一种极致化的训练 可以进一步的促进中俄两国海军 在联合行动过程中间的互通互联和互操作 提高它的协调和统一的这样一种能力 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 美军发生史上最大规模泄密事件 多款美军武器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 被放到互联网上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来 美军发生史上最大规模泄密事件 今日引起关注 包括F15 F35战斗机 以及多种无人机在内的 大批美军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 被放到互联网上任人下载 最近在全球军迷圈中 经常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 你有没有下载那些文件 军迷们所说的文件 指的是网上流传的 美军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 早在7月2号 一个名为战斗轰炸机的俄语账号 在社交媒体上称 一家美国公司主动提供了超过 250G的美国军事装备数据 并向50多万粉丝公布了其中部分文件 到目前为止 仍有部分文件可以公开下载 泄露的文件包括 F35隐形战斗机的使用手册 F15C 15D和更先进的 F15SA战斗机的技术手册 弹簧刀无人机 以及杰达姆精确制导炸药等相关文件 由于这些文件 透露的信息非常详细 涉及的武器种类又很多 因此不少媒体形容说 这是美军史上最大规模泄密事件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有了这些详细资料 现在可以在车库里打造战机了 对于这次美军装备数据的 大规模外泄事件 目前五角大楼保持沉默 而各方对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和泄露的严重程度说法不一 短评中我们也看到 目前美军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文件 在互联网上是广为流传 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美军的信义装备 泄露的美军文件内容 您怎么来观察呢 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您如何评估 我感觉到对这件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 我可以从三方面来进行判断 第一个它的真实性 第二它的价值 第三它的意图 从这个它的真实性角度来看 这一次的这个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庞大的 你要说它完全的真实 和完全的虚假 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因为这个中间有一部分这个内容 实际上它是包括F35的内容 都是以前已经过时了的 美国已经解密的这一部分 只是这一次这个发布者 他把打包重新的把它这个发布了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是完全真实的 但是它已经过时了 另外它也有一部分这个新的这个内容 把它这个发布过来 这些这个内容呢 需要详细的加以甄别 因为在现在所要对这种材料进行造假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 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在真实的内容中间 加一部分假的内容 在虚假的内容中间 在掺扎一部分真实的内容 所以这些东西啊 是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不要轻易的对这些东西下结论 所以不可不信 但是也不能全信 这是它的第一种 它的真实性 第二对它的这个价值 这种这个东西啊 它的这个价值呢 因为它是一些手册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低层齿的这样的东西 而且手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生命周期实际上是比较短的 装备发展了以后 某些手册在这个 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有用 可能到另外一个时间段 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价值了 特别是它的战术性 战术层次的这样的这个文件 和一些这个 我们所更关心的 类似于像战略层次的 核心性的 决策性的 内幕性的 这些这个情报 相比的话 这些情报的这个价值 它相对来讲要弱一些 目前在这个国际政治斗争中间 人们更关心的是 对手决策的一些内幕性的 它的这种 这种自定政策 和它的一些这种高端的 这才是它的核心的这个情报 而这样一些战术性的这个情报 你不能说没有一点用 但是它的用处 相对来讲 是比较弱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发布者的意图 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博主 这个发布的 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一个俄罗斯的博主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 发布这样的东西 显然不能够单纯的用军迷这个角度 来进行解释 它一定有它的这样的这个意图 第一个意图呢 实际上就是在告诉美国 美国的东西 俄罗斯是知道的 而且现在发布的这些东西 可能只是一个侧面 它可能还会知道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是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息 它的一些底牌 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密的东西 俄罗斯是掌握的 这是它想达到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这个目的呢 是想扰乱对手 这件事情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对于美国来讲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么它的这个来源 它自己声称的来源 是从所谓的一个制造商 卖给它的这样的这个材料 必然肯定会让联邦调查局 要忙活一阵子 它要去进行调查 扰乱它的这个对手 第三分化盟友 因为在这个中间 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是F-15的 SAS啥意思 SAS是沙特阿拉伯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材料 是涉及到美国卖给 沙特阿拉伯的这个F-15的这个飞机 那么这样就带来了这个材料 到底是美国方面泄露出去的 还是沙特方面泄露出去 双方互相猜疑 那么以后的这个合作 在这样敏感的信息过程这个中间 如果泄露的话 后面的合作还怎么进行 所以还可以起到一个分化对手 给它制造麻烦的这个 所以意图是多方便的 对于这些这个问题的这个分析 再看一段时间 再进一步的观察一下 不要匆忙的下这个结论 有分析认为说 装备的机密性能手册遭到了泄露 可能会将美军装备的弱点 暴露给敌人 威胁到美军的军事能力 如果说这些文件是真的 这次泄露对于美军来说 打击有多大呢 这些材料的主体 实际上是一些这个程序性的 一些手册 那么这些这个内容呢 对于了解装备 实际上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在打仗的时候 谁会去按照标准的作业程序 进行操作呢 在进行围保的这个时候 实际上有些东西 是在战时 可以完全进行跳过去的 所以这些手册 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参考性的 大致地了解一下 但是在真正的作战的这个时候 它的参考价值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 把它这个曝光出来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 想达到的一个效果呢 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它的伤害性不大 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 把这样一些 仍然是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装备 在网上把它泄露出来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 这实际上就是想 向对手发出一种信息 你的一些核心的 这些机密性的这个情报 或者说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 俄罗斯是可以获得的 而且可以通过某种途径 向更广大的范围进行这个扩散 让对手都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 它的一些这个情况 所以它想达到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这种可以让对手感到很难受的这种情况 因此我认为 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曝光这样的信息 它的伤害性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侮辱性 特别是对美国的这种侮辱性是极强 还有分析说 无论这些信息是否是机密重要的 美军装备有关的信息 如此大规模的被泄露出来 也证明了美军信息安全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漏洞 您怎么来分析呢 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观点 这件事情不管它是个真实性和它的价值 但至少表明美军在敏感信息的这个管理上 它的制度和它的这个落实情况 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这个问题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件事情啊 它暴露出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2023年的2月份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这一次是俄罗斯方面获得了这个情报 但是2023年的2月份是美国人自己泄露 而且2023年的2月份的时候 是美国的空军国民警卫队 一个102情报连队的一个信息技术方面的一个人员 主动的去泄露这个情报 而且那些情报都是一些核心的这个情报 中间包括相当敏感的一部分信息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它就包括美国人窃听韩国的高级国防官员的这个通信 涉及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 因为韩国的政策 我们知道它不要求这个 它能够向所谓参与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装备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美国人让它提供 但是它的政策要求不能够提供 因此这两个国防官员讨论的时候 他说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办法绕过去 把这个装备卖给波兰 由波兰再给这个乌克兰 这才是很有杀伤力的一些这个情报 相比于所谓的这些这个手册来讲 这才是真正有杀伤力的这个情报 所以美国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官员 泄露出来这项情报 就表明他的一些政策 他的制度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 因为那一个情报连队 你说他没有制度吗 他有一套完善的这个制度 但是后来调查发现 这个人经常在这个下班的这个时候 进到他这个设密场所 自己一个人操作 而制度要求必须要三个人 才能够获取相应的情报 这些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啊 都暴露出来制度 美国人的一些制度形同虚设 有制度摆在那个地方去 没有人去执行 而且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在当时美国人发现这个问题 已经向安全官员报告了 安全官员说 你这过度反应 在多大点事啊 这个不算什么事情 结果导致他把这些这个信息 敏感信息拍照 在网络上曝光出来 导致了杀伤力的很大 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也暴露出来 就同样的这个问题 这些材料到底从哪来的 我们先不去管他所谓的 真实性和虚假性 就是材料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一条就至少表明 他在信息安全的这个 管控这个问题上 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好的 今天感谢王先生 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金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